欢迎来到我们的电车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给大家三个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BNP Paribas表示 快速发展的电池技术和价格下降 将推动全球电动车EV销售和采用 预计到2028年 电动车将与传统汽车达到成本平衡 接着我们来看看迪士尼的最新盈利情况 和特斯拉因自动驾驶功能而展开的安全调查 迪士尼的直播服务业务盈利前景看好 而特斯拉则因其二丑拍了空能 受到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调查 最后随着电动车的兴起 手动挡汽车可能在五年内消失 Reddit跟随埃隆·马斯克的脚步首次发布季度报告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科技的进步不仅令人眼花缭乱 也在不断地推动着各行各业的变革 从电动车EV的能源技术 到娱乐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再到汽车安全技术的更新 我们正见证着一个又一个领域 如何在创新的浪潮中翻开新的篇章 对南华早报报道币N.P.Perebus表示 随着电池技术的快速演进和汽车制造商 努力降低成本 电动车EV预计将在2028年达到与传统汽车的成本平等 这得益于电池技术在提高能量密度和减小电池尺寸方面的突破 那些改进预计将使电动车的成本降低30% 法国银行B.N.P.Perebus补充说 这将使电动车与传统车辆接近价格平等 并因此使市场规模翻倍 在另一方面 雅虎美国报道了迪士尼公司的最新财报 迪士尼第一季度直接面向消费者业务的运营收入达到4700万美元 这一业务包括流媒体服务Hulu和Disney 这一数字与去年同期相比有了显著改善 当时该单位亏损5.87亿美元 娱乐剧透预计 其完整的流媒体业务将在2024年第四季度实现盈利 迪士尼CEO鲍博·伊格尔的转型计划 使得公司股价在2019年上涨了25%以上 尽管在将其Star India业务与信实工业合并后 公司确实遭受了打击 与此同时 《环球邮报》报道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对特斯拉进行的一项调查 NHTS要求特斯拉提供有关该公司召回超过200万辆车 以安装新的26排列特性的详细信息和文件 NHS在接到20起 涉及接受软件更新的车辆发生事故的报告后 开机构对召回的调查 该机构对召回表示关切 并要求特斯拉提供有关车辆更新后性能的比较数据 以及有关召回本身的详细信息 特斯拉一直坚称 AutoPilot不是一个自动驾驶功能 需要驾驶员全神贯注 这些报道不仅展示了科技进步 如何在不同领域引发变革 也反映了企业如何在新技术的推动下 不断寻求突破与创新 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消费者的需求 无论是电动车行业的成本降低 娱乐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还是汽车安全技术的更新 都标志着我们正步入一个更加高销 便捷和安全的未来 前着这些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我们有理由相信 未来的生活将会因为科技的力量而变得更加美好 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电动汽车的销售情况 特斯拉自动驾驶技术的问题 以及多家公司的财务预测 成为了市场上的热门话题 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些话题 看谈它们如何影响住我们的生活和未来 根据电讯报的报道 电动汽车对私人消费者的销售 在近期出现了20%的下滑 这引发了人们对于该行业 是否能实现净零目标的担忧 在4月份 电动汽车对私人消费者的销售比例 从2022%下降到了15.6% 电动汽车对私人消费者的销售量 从4535辆下降到了3544辆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 Sanand提警告说 电动汽车现在正面临住市场份额的缩减 并且汽车制造商很可能无法达到 政府设定的新销售目标 SMN提呼吁政府重新提供购买电动汽车的财政激励措施 并改善充电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 美联社报道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要求特斯拉解释 其如何开发并验证 针对超过200万辆装备的公司 Auto Pilot系统的汽车 招回措施是否有效 自2018年12月通过线上软件更新发送 招回补救措施以来 该机构已收到20起事故报告 该机构担心 当驾驶监控摄像头被遮挡时 提醒驾驶注意的警告并不有效 在财经分析方面 环球邮报提供了一些公司的最新评级和预测 加拿大轮胎公司预计 将面临一个充满挑战的第一季度 原因是消费者支出谨慎 和经销商库存补充有限 Desherden Securities分析师Chris Lee预测 加拿大轮胎的每股收益将下降43%至57美分 低于市场预期的70美分 尽管如此 Lee重申了对加拿大轮胎股票的买入推荐 和160美元的目标价 奥特利尔的5Wen Plus公司 一家专业半导体和性能材料生产商 报告了强劲的第一季度业绩 季度收入达到6500万美元 同比增长18% 国家银行金融分析师Rupert Mayer认为 该公司有多个有利因素 包括地面太阳能的增长 和在欧洲及美国太空产业的机会 Mayer将5Wen Plus股票的目标价 从6美元提高到6.5美元 并重申了表现优于大盘的推荐 以后魁北克的Heru Deftik公司 一家著名的驻入中置制造商 预计第四季度将实现强劲业绩 得益于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的积极发展 Dash Arden Securities分析师Bernoy 破语认为该公司前景广阔 重申了对Heru Deftik股票 26美元目标价的买入推荐 破语认计 该公司季度销售额将达到1.7亿 EITDiTD为2610万美元 每股收益为30美分 与市场预期一致 这些报道和分析揭示了当前市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无论是在电动汽车行业的挑战 特斯拉自动驾驶技术的问题 还是在公司财务预测的不确定性 都显示了当前经济环境下的挑战和机遇 随着这些事件的发展 我们将继续关注 它们如何影响住我们的生活和未来 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每一个领域都在经历住前所未有的变革 从汽车工业到社交媒体再到国际政治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住行业的发展 也深刻改变住我们的日常生活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探索 这些领域中的一些重大变革 首先让我们从汽车工业说起 根据Telegraph的报道 手动变速箱的时代可能在5年内结束 这是由于电动汽车的崛起 近年来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 电动汽车逐渐成为了主流 这对手动变速箱来说 无疑是一大打击 从2018年的194款 降至今年的89款 手动变速箱的新车型数量 已经大幅减半 而且像沃尔沃 梅塞 德斯奔驰 捷豹和雷克萨斯等车厂 已经不再提供任何手动变速箱的新车型 这一变化背后的推手 正是电动汽车的普及 因为它们均配备了自动变速箱 根据法律规定 到2030年 英国80%的新车销售 必须是电动汽车 这无疑将加速手动变速箱的淘汰 接住我们转向社交媒体领域 根据Yahoo US的报道 Reddit发布起首份记录报告时 决定效仿 埃隆·马斯克的做法 接受投资公众的提问 这一做法最早有马斯克在2019年的特斯拉会议中提出 当时他开创性的邀请零售投资者提问 此后Coinbos和Robinhood等公司 也开始在他们的电话会议中 接受股东的提问 被变化反映了社交媒体在金融投资领域 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也显示出公司与投资者沟通方式的创新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国际政治的一个重大事件 根据Guardian的报道 波兰当局在一次部长会议预定的会议室内 发现了窃听设备 该设备随后被拆除 这一事件发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该国之际 引起了广泛关注 习近平的这次访问是他欧洲之行的一部分 他还将访问法国和塞尔维亚 这一事件不仅凸显了国际间的安全疑虑 也反映了当前国际政治局势的复杂性 总之 无论是汽车工业的变革 社交媒体在金融投资中的影响力 还是国际政治的最新动态 这些变化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 深刻影响住我们的世界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的发展 这些变革将持续塑造住我们的未来 随着全球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 特斯拉在中国的出货量却在今年4月份显著下降 这一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从特斯拉上海工厂的出货量 延比年下降了18% 4月的交付量仅为62167辆 这一下降趋势与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整体增长 形成了鲜明对比 显示出特斯拉在中国竞争激烈的汽车行业中面临的压力 相比之下其他中国电动汽车品牌如蔚来 比亚迪和理想汽车在4月份报告了强劲的销售增长 数据还显示价格下调和政府支持 正在吸引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消费者 在另一方面 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正在寻求海外扩张的道路 以近居西方市场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私人投资者温斯顿·默克指出 虽然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领先的汽车出口国 按其出口的大部分仍是内燃机汽车 电动汽车只占约25% 为了减少欧洲贸易壁垒的风险 中国汽车公司正在匈牙利 西班牙和意大利设立工厂 而墨西哥可能为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提供重大推动 同时中国的便宜 太阳能板对欧洲来说是一种祝福 而非祖祝福而非总重司Aposting Consultants的董事总经理 弗雷德里克·克里姆的观点 他认为欧洲努力保持太阳能制造业 以避免依赖中国进口是一种误导 克里姆辩称 虽然确保关键领域的国内产能是必要的 但从中国进口的大多数物品并不具有如此价值 太阳能板既不稀有也不复杂 不适合用于贸易武器化 随着中国模块价格的下降 欧洲的太阳能推广已经扩大 欧洲太阳能制造商有理由抱怨低价的中国模块 但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将增加德国能源转型的成本 并导致失业 这些报道共同描绘了一个多面的全球汽车和能源市场画面 其中中国的角色日益重要 特斯拉在中国面临的挑战 中国汽车制造商的海外扩张战略 以及中国太阳能板对欧洲的影响 都是这个大背景下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发展不仅影响住各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工业政策 但对全球汽车和能源市场的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趋势如何发展将是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 账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4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